大家好 批评书 前几天讲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一个文件 说这个之前说的这个计划是愈好 政府难养老 是吧这个话不算数了啊 现在是养老不能靠政府啊 养老呢要靠儿女啊 要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 啊优良遗产啊养儿防老嘛是不是人年纪大了以后靠儿女养不要靠政府养 要为政府这个为党和政府为习包子啊 分忧解难 哎说的是 这个特别不像话 还说这个 以后这个 老人居住的话要跟儿女住在一块是吧 说你比如说儿子在北京工作啊 如果你的 老爸老妈呢如果是在江苏或者是在广西 那你应该要接到北京去住是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照顾老人 这样就为国家减轻负担了啊 老年人就没有养老军 没有养老金也没关系啊 哎这那天又出事了啊 出了很大的事情 说这个政府的说法又变了啊 说上次讲的说养儿防老 靠儿女来养老这个话没说完嘛 啊说包子就看到了不高兴不同意 说这个那大家都去养老人去了 谁来建设中国投资社会主义呢 是不是 那年轻人都要什么呀 哎 都要 把你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献个党献个政府 献个习主席是吧 我要 大家一起露袖子加油干 建设中国投资社会主义 你大家都去当 在家里去孝顺老人去了 就是把所有的精力时间 金钱 都用在你们 老不死的爹妈身上 那那党和政府怎么办 国家怎么办 是不是 回不到初心呢 那不行 所以说 所以 国务院的文件啊 又改了 真的又改了 特别的真是人家朝礼夕改 真是 真是 变变改 改文件 比 比这个什么 女人的脸色还快 说这两天又说 养老怎么办 不能靠政府 也 不能完全靠儿女 儿女的主要的工作要去建设社会主义 要跟细胞子一起露袖子 知道吧 那怎么办 就自解养老啊 就说自要靠自解养老 而且说这些话不是说给现在的已经变老的老同一天的啊 而且是说给这个 正在变老或者是下一代已经肯定要变老的嘛是不是 哎呀 这个话看到了以后我心里就挖凉挖凉的啊 我不是为我自己反正我自己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是不是 我都是民主国家的公民是不是 我们这个国家是 又是民主的 又是自由的 又还是福利的 是不是 虽然我没打算吃这个政府的福利 但是 我心里有点啊 是不是 我 我知道有一天如果我七十岁八十岁了 我没强化了 我去申请一点这个什么 政府的救急 那个稳妥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不是 那绝对可以做到一个基本的一事无忧啊 对吧 何况我自己还有存款呢 是不是 何况我自己有大病保险呢 有养老保险呢 有国民保险呢 啥都有 是不是 我怕什么呀 我是去中国的那些个人 那些个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尤其是比我年长的人 知道吧 因为你知道 共产党细胞子 他为什么突然又搞这一出吗 说要自检养老 你想想这是个什么话吗 这是简直是 猪狗不如的话呀 所以很多现在老年人就觉得心里挖凉挖凉了 我又采访了几个人啊 我中南海下水道的人也采访了几个老人 老人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自己养老 是不是 刚开始说养儿防老 儿女来帮我们养老 现在儿女都不让养了 政府也不养了 那一次就说让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埋了咯 一次就说我 我总有一条我肯定是 我的后事的安排吧 我搞不动了 再有人给我钱花吧 怎么办呢 你政府也不给我发养老金 儿女也不管我 我自己搞不动了 你让我干嘛去 是不是我原来我要死了 躺在床上都没有人给我担插到水 都没有人 扶我上厕所 我也死了都没人给我办 办后事 我自己干脆把自己挖一个坑埋了算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两天 这个土工的 局域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新闻 你知道吗 两个新闻 同一个套路 一个新闻是说一个男的 50多岁 应该就跟我差不多联系吧 奔60 50多岁的样子 说自己得了病了 没钱治 完了以后 他还不是个农民 他是个城里人 是个小县城的人 没钱治 你知道一个普通老百姓 政府根本不给你 有多少多少医疗费 然后呢 觉得儿女呢 也 也没什么本事 那怎么办呢 他自己跑到山里面 自己有刨了一个坑 知道吧 真的 拍了个照片 跑了一坑 以后自己就躺下去 穿着一身的黑衣服 兽衣 知道吧 哎呀 真是 然后就是 旁边写了一个纸条 说我要死了 怒过的人呢 你最好是把我给埋了 知道吧 把我搞几顿土 把我埋了算了 坑我自己都跑好了 真的看来 心里特别挖里挖里的 这还没完呢 过了一天又来了一个新闻 这会不是一个得了癌症的一个 一个 一个老人 而是一个 正儿吧 你没什么病的老人 说自己也是 儿女说儿媳妇生病 是吧 儿子呢 打工 这个人是个农民 是个农民 说自己 一分钱都没有 但是两个老人身体还不错 就老是这么活下去 这怎么办呢 不行啊 也赚不到钱呢 说他们两个人自己自己 也跑到山里面给了挖了一个坑 是吧 随时准备躺进这个下去 一旦感觉自己 真是活不下去就赶紧躺住啊 还 还说这个什么 两个人商量好了 如果我先死 你把我给搞 搞搞搞搞 搞土包 给埋了 如果是我 你先死 我就把你给埋了啊 然后那以后也留个纸条 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我觉得吧 是他妈的土 故意制造 舆论你知道吧 就是你们老东西啊 自己给自己准备点后路 不要老是给政府添麻 不要老是给政府添麻烦 不要给儿女添麻烦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呢 我看到我为什么心里挖两挖两的呢 因为这是个国情 什么叫国情呢 就是大家有越来俗成的一个习惯 你但凡你跟中国的民情有点了解的人 是不是有这个习惯 一个人 到了一定年纪 如果还不死的话 你特别的 就你后人都讨厌你 你知道吧 至少我们老家就这样子的 我妈 到了六十多岁 然后一堆人就是跑过来就 假不假是看他 还说这个老太婆怎么还不死啊 我在旁边听着我心里就 极其不舒服 我说你们怎么说话呢 哎他们是开玩笑的 他死了 你妈死了 我们还可以吃一顿的 你儿子不是有钱吗 是不是 是一人物啊 你回来肯定要要要办 办办 办酒席呀 什么我们就就 一七大姑八大姨的 或者说相里相亲的就过来就猛吃几天呗 三天三夜啊 免费吃 全吃我的 这个意思 不是说指望着我妈早点死 但是我看那些农村的那些条件不好的家庭 他真的是这样 就是妈 你那些年纪大的人 说你怎么还不死 你活起来干嘛 你一点用都没有 你给我们儿女添负担 是不是 哎呦我发现呢 就是这个农村里面啊 我不知道城里人怎么样 咱也咱也不知道啊 城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但凡你这个儿女 对这个 自己的父母不孝顺 天天又阻止你的父母 早点死 知道吧 完了以后你我惊讶的发现 他的 等他这个人他自己老了以后 他下面的儿女又阻止他死 一代一代我有穷妻你知道吗 这是构成的一种遗传 非常的吓人知道吗 那不像我们家我们家就挺好 我们家 我父亲过时的早 我真的我经常做梦梦见他 然后醒了在黑暗中 真是哎呀 仰天长叹 真的是 所以我对我妈挺好 我妈她八十多了 我恨不得 恨不得她活到一百 一百五十岁 我有时候也在想 我说我妈要是活到一百岁 那活到一百岁 我都有 我都八十了 你说这 谁来跟谁 谁来跟谁来买谁呀 谁来养谁呀 是不是 哎呦呦 真的 我的意思是说 他构成一种民情 一种习惯 你习包子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话 不要指望政府来养老 不要指望这个什么儿女养老 儿女要见识社会主义 要把实际上的经历 全部献给党 献给政府 献给包子迪 那你们自己的这些老东西 活起来干嘛 你又不能为国家做贡献 你不能为党做贡献 你也不能为习主席做贡献 你也不能帮习主席都管 是不是 你干嘛呀 活着你干嘛干脆 自己养老呗 自己养老 自己把自己搁了 算了 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嘛 招人这个厌倦 招人厌烦 知道吧 是不是每天每一个人从你身边经过 老东西怎么还不死 是不是经常说这个话 我跟你说 真的是一个中国的民情 所以包子迪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的呀 如果你父母啊 是一个人物啊 有钱 完了以后你 你肯定需要你的父母 就是多活几年呗 我有时候也想到我反思自己的 比如我我爸去世的早 65岁嘛 我把他的后事办完了以后 我真的是 精神遭遇重挫 我就跟我们单位的一个 比我年长的一个人说话 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人都要走的 无所谓早 无所谓晚 65岁 可以了 就是安慰我了 挺好的一句话 后来我 自己 有点 像个 有点人一样了 我就在想 我为什么 对我父亲 65岁去世 这个事情耿耿于怀呢 真是想起来有的时候真是 嚎啕大哭 真的是 我基本上我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或者比如说我买了房子 我买了车 或者我吃一顿好的 我都会想起我吧 比如说我的身体 身体上面有一些习惯性的家族性的疾病吗 比如说有看见有什么灰指甲呀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病 我爸也有啊 然后我就想呀 我比如说 我有一段时间我有灰指甲 我想要是我爸在我肯定也把他治好了 因为我自己把自己给治好了 就这种 为什么我会这么在意呢 是因为我爸是一人物 我爸如果不死的话 我还可以继续靠他 我爸手上还有几个钱 虽然不多啊 但是我们那地方绝对是一人物 这个人就是这么视你啊 为什么西奥子说 你们这些老东西早上死算了 你们自己养老去 别他妈的 给我政府添麻烦 给我党添麻烦 给我西包子路管添麻烦 是因为这些老东西又没钱 又没有身体 又没有时间 又没有精力 都已经根本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 知道吧 只能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麻烦 你还不如自己养老自己挖一个坑 自己把自己给埋了吗 就那意思 所以你说生了一个中国人 你说多恶 真是说多了都是累啊 我前几天 我们就想说这个 我们这个国家啊 就是人年纪大了以后就进养老院嘛 有各种各样的养老院 因为这个养老院你每天的经费都有人招呼你 有伺候你都政府给你出的 真的 那个帮老人那活得可 生气了 100多岁了 还想活200岁 这真是 简直堪比中国的康熙 让我再活500年了 他们真的活得很自信 很有尊严 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就看着他们啊 我就跟跟他们说说几句话 我真的是 五个字 羡慕 嫉妒恨 哎 转眼一想呢 我也现在是一任务的时候 我也是民主社会的一员呢 所以我可以肯定的告诉我自己 对我自己说我如果年纪大了 七十岁八十岁了 我肯定不会被人嫌弃 不会被包子弟说 你他妈的早点死了 算了 你自己养老去 谢谢大家